深圳大运会闭幕式分为欢聚、追梦、告别三个章节 闭幕式全程一个小时左右 深圳大运会23号下午结束了所有赛事 在本届大运会中 中国代表团获得75枚金牌 总共145枚奖牌 无论金牌数还是奖牌数都排名第一 俄罗斯联邦、韩国分别排在奖牌榜的第二第三位 本届大运会共有12个比赛日 设置了24个大象306个小象 其中田径为第一大象 共有50枚金牌